为何他对我总是一副仇视的样子 按理说 纪乌亚应该会让他保护我们两个的爱 铁叔叔把我送到了门口 说是今天是大哥的生辰 让我把礼物给他 可是我不认识路 走着走着就到这里了 说话间 他还把手上的东西塞到了我的手上 就是这个东西 大门离开宴会 不过十几步的路程 他竟也会迷路 还真是可爱 我不由地笑了起来 小隐隐 既然撞见了姐姐我 就和我一起赏月吧 夏月染今年十六 而我其实已过十八 他还真敢换我一生姐姐 染姐姐 这个送你 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木头娃娃 笑着递给了我 我一直问铁叔叔 几时可以见到染姐姐 他总是说快了 不过今天总算见到了 我接过一看 竟是按着我的样子刻的木头娃娃 啥是可爱 小隐隐很聪明 姐姐很喜欢 我摸了摸她的头 赞赏道 在这宫中 也唯有和激流引在一起 才可以肆无忌惮 不用去猜忌什么 也不用伪装什么 我把娃娃塞到了袋中 又搜寻着自己 有什么可以回礼的 只是找来找去 不是首饰 便只有妹刚帮我找回来的那个红色流苏 送首饰似乎太俗了点 于是我把流苏塞到了激流引的手上 姐姐没什么好东西 这个送你了 反正过了三年 我也不想知道 过去的自己到底是谁了 留着这个流苏也没什么意义了 索性送给他算了 激流引高兴地把流苏收进了怀中 谢谢姐姐 我一定会好好放着的 说话间还朝我展开了一抹 单纯而无辜的笑容 本想和他多聊聊 可是本来跟在我身后的丫鬟 却去而复返 朝我行了一礼之后倒 六王妃 六王爷让你回去 我汗手之后 笑着对身侧的激流引道 小隐隐 姐姐带你去见你大哥 可是 我想和燃姐姐在一起 我不认识大哥 我也不想去 她就这么拉着我的衣巾 略带着撒娇的味道 好不好吗 燃姐姐 我玩耳一笑 正想说好 身后却传来了熟悉的笑声 小七 知道燃姐姐是谁吗 转身便看见激流霄缓步而来 一伸手便挥退了那立在一边的丫鬟 第一更 第096章 生辰之焰四 燃姐姐就是燃姐姐 激流引一脸的不满 瞪着激流霄道 激流霄像是要宣布什么所有权一般懒过了我 在我的唇上印下了一吻 见乎于泥男的话语便如此在我耳畔响起 小燃 你说过的 我是妖孽 横行人士 那么就不要再用兄妹之名来压我 我根本就不在乎世俗 你是妖孽 我亦是妖女 我们谁也不是谁的救赎 我抬手望向她 格外认真的说道 我们只会互相伤害 互相利用 直到彼此精疲力竭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堕入地狱 即便伤也好痛也好 我便是想拉着你一起 月色下 她的眸子分外闪亮 嘴角挂着慵懒的笑容 便如此望着我道 我 不需要救赎 如此话语 四甲还真 我的心跳不自觉地漏掉了一排 说她是妖孽转世 还真是不为过 如果再这样下去 终有一天会沦陷 可是我想要救赎 我转而望向 悬于苍穹之上的那轮明月 悠悠而语 我不想伤 也不想痛 只想找个人好好疼爱我 表面上 我在怎样的毫不在意 肆意妄为 可是内心总是寂寞的 我总觉得 自己遗失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但到底是什么 我却又无法说清 这些年 心底总是空空的 即便在面对夜清城的时候 还是有一丝丝的空虚 是否在我失去的记忆之中 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被一同忘却了 会是眼前这个人吗 心跳有些紊乱 我不得不承认 她该死的迷人 如果小冉想要 我随时都可以 那般魅惑人心的话语 又开始上演 一丝一缕地缠绕上了 我的心头 她当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吗 知道为何这么多女人喜欢你吗 我收敛了心绪 笑着望向了她 脸上依然挂着平日里的漫不经心 她的眸中闪过一丝挫败 想来 我也算是她的一次失败吧 从以往的记录来看 似乎只要她愿意 那些女人都会败倒在她的身下 或许还除了水无暇 没有等她回答 我又静自笑道 因为得不到的才是好的 所以我也这样 你这般容易地喜欢上我的话 我会觉得 没有什么成就感 如此话语 自是向我会说的话 只是真正的原因 唯有我自己才知道 我是怕 如果她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心真的会失线 我不想失线 所以就不允许 她在这般深情下去 不想听她的回答 我便走向了早已在一边很不满的激流尹 牵起她的手笑得灿烂 小隐隐 姐姐带你去玩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又刻意地回首 似是挑衅地望着她道 或许你变成小隐隐这般听话的话 我会喜欢上你哦 她变成什么样也没关系 只要不在那般深情 于是便如此牵着激流尹的手 一路往回走 任由她一人独立在湖边 第二更 第097章 太子之商一 我和激流尹转了一圈 回到宴会上的时候 激流霄已经回来 她的脸色平静 没有任何的异样 七弟她迷路了 刚凑巧让我碰上了 这是七弟给大哥的礼物 我把激流尹的东西向太子奉上 又说了些祝福的话语 七弟能来 大哥便很高兴了 太子望着激流尹的眸中 带着几分怜惜 淡淡的 却也是真心的 只是激流尹 却只是扯着我的衣袖 无辜地道 然姐姐 我饿 众人的嘴角都微微上扬 显然是被她那单纯的模样 所逗乐了 好好好 姐姐带你去吃东西 我朝太子失了一礼之后 便拉着激流尹 往她的席位上走去 等到了席位之上 她又依赖性 很重地拉着我不放 于是我也只能陪着她坐了下去 虽然说 怎么都有几分怪异 但是我就是不忍心拒绝她 那么清澈透明的眸子 只笑望上一眼 便无法狠下心来 宴会持续着 直到众人都酒足饭饱之后 太子妃才笑着道 众位妹妹来和姐姐聊聊天可好 让他们兄弟之间也聊会 于是男的聚在了一起 而我们也便随着太子妃 往另一侧的行宫行去 激流尹想跟着我 却被激流轩一把扯了回去 笑着道 小七 你几时变成女孩子了 难得生气的激流尹 静不满地瞪着激流轩 大叫坏人 惹得大家又是大笑了一番 如此情景 也算是难得的和谐 其实除了激流尹 大家彼此心底都明白 所以此刻 众人也算是真正地放下了一些东西 融入到了这个氛围之中 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 一个个都不知道成亲 到如今也就我们几个人 到了行宫之后 太子妃不由地抱怨了起来 二弟说她身子弱 不想耽误了姑娘家 这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三弟 一副高大魁梧的样子 竟也不知道成亲 还有那个五弟 整天一副醉酒的样子 小七我就不说了 太子妃说的 也的确是事实 这一次 所有的女眷也不过我 屈若云 夏月梦 还有太子妃四人 至于那些妻妾 是不会带出来的 我们只是笑笑 却也没有答话 毕竟谁和谁都不熟 亦不想说出一些得罪别人话 所以此刻 还真是少说少错 太子妃到底还是圆滑的人 一看气氛不对 马上转了个话题 谈起琴棋书画来 屈若云和夏月梦 自也是开始和她聊了起来 这些东西 月聊灵事懂 可是夏月染不懂 所以我也便装着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 他们见我如此 心底也明白 可是却始终没有停下来 想必他们是听惯了我的恶名 在心里终究对我有几分不屑 我也乐得清闲 坐到了窗边的软榻之上 望着窗外的月色 无聊得竖起那远处的灯火来 第一更 亲们 基本上有些东西快要浮出水面了 第098章 太子之伤2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知道就在我困得快要睡着的时候 他们才聊完 太子妃说累了要先休息 而屈若云和夏月梦也便一起走了出来 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深交 可是唯一相同的一点就是 他们都看不起我 于是此刻两个人还真是一个鼻孔出气 见了我也不换我 两人就一路出了店门 我耸了耸肩 在他们走后不久 也离开了太子妃的行宫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吟吟诗歌 唱唱小曲 青楼的铭记也会挨 真不知道得一个什么劲 被人冷落了这么久 心里自然很不适滋味 于是不由地滴咒了几声 一路行去 却瞥见远处有抹腰红 正欲行欲进 于是猛然转身 往另一侧逃去 刚才的谈话之后 我还真是不愿意撞见鸡流消 只是他似乎看到了我 紧紧地跟在了我身后 我越走越急 而他却越来越近 就在我想停步的时候 他却一个飞身 把我拉上了树 我还未来得及反应 他已经捂住了我的嘴 示意我往远处看去 顺着他的视线望向了远处 才发现有两个身影 正在向这边走来 此刻 他才松开了手 我不由低声问道 躲什么 我们又没什么见不得人 不是我们见不得人 而是他们见不得人 他搂着我的身子 把我拉近了他几分 我却把他推远了几分 低声咒道 和你在一起准没什么好事 随着那两个人的靠近 我已然看清了他们的容貌 还真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每次都能撞见 不该撞见的 他突然凑近我的脸旁 轻声问道 小冉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什么 我还未反应过来 不远处的人已经走到了树下 交谈声也传入了我们的耳畔 一哥哥 你真的要我嫁给四王爷吗 那是夏月梦的声音 比平日里少了几分淡漠 多了几分柔情 他和太子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还真够复杂的 小梦 父王既然已经赐婚 我也没办法 太子的声音里 带着几分无奈 我刚才和你说了这么多 你就真的没什么感觉吗 枉我对你还心心念念 夏月梦的声音里 多了几分怒气 似乎在怪怨太子的无能 小梦 太子想拉他 可是夏月梦却甩开了他的手臂 激流意 我以后不会再见你了 我会嫁给四王爷的 话音未落 人已经转身离开 显然是伤透了心 小梦 你可知道 我身不由己 太子望着他的背影 不由地微微自嘲 随后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并没有去追夏月梦 只是真的去追的话 他到头来更纠缠不清吧 我们不过是亏得了冰山一角 却也不难猜测 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 秦之云是父王的人 太子刚走远 身边的人便开口道 怪不得太子都不敢妄动 原来身边的人竟是鸡乌鸦的人 如此说来 他的心底也应该有所了解吧 只是我不由的侧手 略带着几分嘲讽地道 你了解的还真是仔细 第二更 第零九九章 太子之商三 我比你所认为的 要知道的多得多 他宁着我 一字一句地道 我不由的一正 总觉得他话里有话 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 他却又继续了刚才的话题 小冉 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只要我真的如小七一样 你就会喜欢我 是 我汗手 竟然咬手 可是你永远都无法变得 如同小七那般单纯了 所以下辈子吧 明明已经做得够绝了 为何他还是要不断地靠近 他沉默不语 我一不再开口 便彼此静静地待在树上 直到远处传来慌乱的脚步声 以及呼喊声的时候 他才带着我飞下了树 往声音来远处奔去 离得越近 那些呼喊声也越发地清晰 出事了 太子遇刺了 那些下人显然了乱了脚步 便如此四处奔走 激流霄的脸色一沉 便拉着我直直往里面走去 太子遇刺 刚才他明明就还好好的 怎么一转眼之间就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便只见太子躺在血泊之中 本是一身喜庆的衣服 此刻早已沾满了鲜血 太子妃搂着太子的头 哭得声泪俱下 原来不仅仅是遇刺 而是被人杀害了 我和激流霄不由地待在了原地 而其余的人也纷纷赶来 好好的一场生辰宴 竟成了他的死期 即便从未和太子说过多少话 可是脑海之中 还是浮现了他那温和的笑 以及刚才那一刻的无奈和自嘲 谁是凶手 这堂堂东明国的皇宫 并非一般人说进就能进的 而这太子府 更不是说能接近就能接近的 更何况如此毫无声息地杀死一个人 太子明显没有挣扎的痕迹 谋中甚至还残留着几丝诧异 这么说来杀他的人 必定是他所没有防备的 在场的人竟都有作案的嫌疑 可是这其中又有几个人能一刀毙命 甚至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我心中想到的 想必在座的人心底都能想到 而此刻他们最会做的便是猜忌彼此 那凶手的目的到底是太子的命 还是让东明国的矛盾进一步地激化 此刻并无法弄清 本是哭得肝肠寸断的太子妃 突然抬起了头 对所有的人道 今日进出太子府的所有的人都有嫌疑 当然也包括本宫 所以还请各位王爷暂且留在太子府 能在如此时刻做出如此决定的女人 我不知该说她冷静 还是该说她冷血 她是姬无牙的人 那她对太子的情又有几分是真 她为她流的泪又有几分发自内心 这一瞬间 所有的人似乎又戴上了面具 让人看不透 我的眼神不由地描向了夏月梦 却见她的脸色惨白 几颗泪珠便如此在眼眶中打转 却又忍着不让她落下 她的表情可着实会让人误会 看来她是真的吓坏了 前一刻她还叫嚣着 不要再看见她 可却没想到下一刻便是永别 其实说到底最难受的还是她吧 我明明该是没心没肺的无情之人 可是此刻竟也开始感伤起来 这不是同情夏月梦 只不过是感叹生命的无常 所以有些东西 错过了还真的便是永远 下面晚估计要小聂一会 提前通知 哦 下话线 哦哈哈 第00章 太子之商 四 大嫂 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做兄弟的自然不会离开 最先出生的却是激流云 他走近一步 扶起了秦之云 安抚道 我们定会找出凶手 为大哥报仇的 嗨嗨 此话一出 众人自视附和 二弟 也就你和大哥走得最近 这件事就难为你了 此刻的秦之云 早已没了刚才的温和 一脸的锐利 一句话便早已把关系 撇得清清楚楚 大嫂放心 激流云虚弱地硬着 脸色似乎比刚才更加惨白了几分 秦之云伸手失去了脸上的泪痕 道 二弟自己也要保重 紧接着 一道眼光便不由地朝我们射来 带着打量的味道 出口的话也丝毫不留情念 太子为人和善 也不知是得罪到了谁 本宫今日把你们留下 你们也别怪本宫 要怪就怪那黑心肠的杀手 大嫂 我们大家都明白 众人都体谅地答道 个个都是一脸的真诚 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宝藏祸心 突然觉得身后似乎有人 在拉扯我的衣袖 我一转身才发现 激流引一脸笑容地望着我 然姐姐 我找了你好久了 如此笑容 依旧干净纯粹 丝毫没有感染到周围的凝重 灿烂地和周围格格不入 或许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 至少不会伤心 小尹 大哥去了很远的地方 所以小尹不能再笑了 记得要伤心 我轻声对她说道 虽然是痴儿 但是那笑容 看在别人眼底 定是万分的刺眼 只是她却不明地问道 为什么不能笑 伤心又是什么 我无奈地叹息 小尹听姐姐的话就好 嗯 小尹听姐姐的话 她朝我灿烂一笑 压根没明白我话中的意思 此刻 我还真有些哭笑不得 刚揣摩着 该怎么跟她讲明白的时候 鸡乌鸦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跟随而来的 还有一大群人 并不是我所认识的 这是怎么回事 鸡乌鸦一道 便沉声问道 好好的生辰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而随之而来的人又马上开始小心翼翼地处理太子的遗体 秦之云一下子跪倒在了鸡乌鸦的面前 悲痛地道 请父王一定要找出凶手 鸡乌鸦的视线扫了一圈 又回到了秦之云的身上 伸手扶起了他 之云 这件事 父王自然会处理 秦之云起身 而鸡乌鸦开口对众人道 你们都随我进来 于是 众人跟着鸡乌鸦进了大厅 立在一边听后鸡乌鸦发落 谁来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沉默了好一会 才出声问道 难得见到鸡乌鸦的表情如此凝重的时候 看起来 他事先应该不知道情况 如果真的是他 这人心也未免太波良了 父王 本来我们兄弟 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后来便散了 大哥似乎有急事 匆匆地往内院去了 后来过不了多久 便传来大哥遇刺的消息了 出生的还是鸡刘云 除了太子 他是这里最大的 似乎也该由他来说 与毕 其余的人都汗手应道 父王便如二哥所说 另一边 秦之云插口道 父王 女眷这边也差不多该是那个时候散的 第零章 太子之商五 鸡乌鸦抿着嘴久久不语 好一会才悠悠地道 这么说那一段时间 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动手 说说你们后来都去干嘛了 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 既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太子 又可以无声无息地回到众人之间 这早已说明 这次杀之人该是非常熟悉太子府的 又是一等一的高手 当时鸡刘霄和我在一起 应该没有可能出手 鸡刘尹也可以排除在外 而剩下的那些人不管表面上如何 说到底都还是有嫌疑 只是一圈问下来 这在场的人身边都有人在 鸡刘轩和鸡刘尹在一起 鸡刘欣又说和夏月梦在一起 夏月梦也没有否认 鸡刘峰又和鸡刘云在一起 而我又和鸡刘霄在一起 似乎除了屈若云和秦之云 鸡刘霄说道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鸡乌鸦的谋又不悦了几分 但又马上脸去 并未多说什么 你们先回去吧 这件事寡人心底有数了 几番问话之后 鸡乌鸦便如此说道 于是众人失礼之后便全部退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 鸡刘霄遣人把屈若云送了回去 又不过我的意愿把我拉到了莫名湖畔 你干嘛 等到他搂着我飞身而上 坐到湖边的树上的时候 我才不满地问道 今天发生的事太多 人早已疲倦 哪还有心思对付他 天也快亮了 不如我们来观日出吧 他兴致盎然地说道 我不由地瞥了他一眼道 喂 拜托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大哥刚遇刺 你竟然有心思看日出 要不是当时我和你在一起 我还真会以为你就是凶手 小冉不是说我是妖孽吗 妖孽又哪来的人性 他似乎又恢复到了初遇的时候 那般似笑非笑地宁着我 满脸的不羁和张扬 很久没看到他这个样子 此刻看来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也是 把人性和你连在一起 我还真是抬举了你 我不由轻声地嘲讽 他轻笑了几声 满不在乎 随后又突然正色地问道 那小冉呢 小冉觉得是谁杀了大哥 我心中的猜测 自是不会跟他说 于是伸手指着他道 我怀疑就是你 你是不是派人去做的 小冉 在你心中 我真是这般糟吗 他苦笑了几声问道 我毫不留情地汗手 对 糟透了 此刻 第一缕晨光拨开夜幕而出 淡淡地洒落在他的身上 他的笑容不羁 眼神温和 在这片沉色之中 他伸手指向了不远处的店门 虽然是一瞬间 但是我还是看清了 一道人影闪进了二王爷府 原来他早已知道 那么他带我来这里 也不是看什么日出 而是那一幕 再一次回首 却迷惑在了他的笑容之下 雨缕成光 点点温和 那一瞬间 竟觉得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或许也不错 后来也似乎只记得他说 他一开始并不知道 一定是二哥 只知道是成之后 凶手一定会趁人心 最混乱的时候 回到主人身边 而那之后 阳光彻底地穿透了云层 光芒四射 微耀着万物 溢在我们的周身 阴晕起了淡淡的光圈 我和他终也是见证了 日出那一刻的壮丽 可是比起日出 我记得的 竟是他比阳光 还要温暖的笑容 便好似冰雪融化 春暖花开 一点点的暖意 慢慢地渗透进了我的心底 第零二章 疑惑江东一 二王也死了 还未等我们查出 激流云的目的 他竟然死了 而且还不是病死 亦是被人刺杀而死 难道说 杀太子的凶手 并不是他 一切的一切 似乎便是一场刻意的阴谋 冬明的皇宫之中 人心惶惶 众人都在互相猜忌 既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又怕别人怀疑自己 总觉得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而我想要的是 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离开皇宫 这个时候 人心最是混乱 便最是没有防备 正是大好时机 可是却偏偏还缺两块气彩其实 太子死了 可是太子身上的雪宁又在哪里 我愁愁了良久 终是找来了下月宵 可是他却告诉我 有人找他一步取走了 而我和他的交易易到此为止 我自是追问他原因 可是他却闭口不提 只是冷冷地告诉我 从此以后 他和我之间再无瓜葛 他今日放过我 可是他日若相见 他亦不会手下留情 他说你败坏了小冉的名声 败坏吗 可是他到底了不了解 夏月宵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没有挽留 潇洒地跟他说了声走好 如果去意已决 再加挽留也没什么意思 他既然结束了和我之间的交易 那必是知道了夏月宵的消息 而夏月宵又在妹的手上 他是否见过妹了 这连番的刺杀又是否和妹有关系 虽然相处了三年 可是我却从未了解过妹 我从来不知道妹 为什么要收敛那么多的财富 我也不知道她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妹不过之身一人的话 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 就一手造就了静月宫 她要七彩其实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财富还是为了她和叶清成的病 是否一切的一切 从开始便是一个刻意的阴谋 乱 很乱 似乎这一切早已超出了我所能猜测的范围 有时候 我甚至开始怀疑 三年前我本就不该遇见他们 如果没有遇见 我可能成了大户人家的丫鬟 也可能沦落青楼 却也好过如此的勾心斗角 只是这世间本就没有如果 这一切又或许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 越想越乱 越想越心惊 于是索性来到一座假山 独自一人蜷缩进了里面 这里是我无意之中发现的 看似毫无空洞的假山 竟在背后藏着一个洞 一个刚好能容纳一人的洞 于是 美美心烦的时候 我便会来这里 七凤院本就很少有人来 再加上此处环境清幽 还真是一个静心养神的好地方 身子无意识地向后仰 靠在了石壁上 便如此躺着 闭上眸子 什么都不想 许是昨晚下过雨的缘故 一滴水滴落 落在了我的脸颊之上 我不由地睁开了眸子 伸手失去了水迹 却发现洞的上方有一处缝隙 水便是从缝隙中渗透而下的 而缝隙的边上 有一小块石头 很是怪异 便好似刻意粘上去的一样 我好奇地伸手一处 却发现那石头 果真是后来弄上去的 于是便无意地转了一圈 本来靠着的石壁 突然一向了一边 而我就如此摔进了 隐藏着的石洞之中 沿着阶梯滚落了下去 我抓住了墙上凸起的地方 才让自己停止了滚落 假山之内竟还暗藏玄机 第03章 疑惑江东2 我明明早已来过数次 却从未想过 这后面还会有一个密室 要不是我这一次无意之中瞧见 还真不会想到这个方面来 这 是激流消灶的吗 我起身 沿着石阶缓缓地向里面走去 通道里很暗 伸手不见五指 我一直有凭着感觉 不断地往前走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本来狭小的通道 突然变得宽敞了起来 一有几缕微光 慢慢地透了过来 我不由加快了步伐 直到了一个宽敞的房间 房间是一个石室 可是却布置得很精美 房间的上方 有一个悬着的灯 里面放着数十颗叶明珠 珠光微妖 让这个石室看起来 变好似白日一般 这里面有床 有桌 桌上甚至还放着绣了一半的花 便好似有人住着一半 只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幅的话 却让我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里亦是激流消 纪念凤鸾的地方 而这里的一切都该是 他曾经留下的吧 言之所及 据是他对凤鸾的爱 心境开始微微泛酸 我这是怎么了 是被那一夜的他所迷惑了吗 我极力地摇手 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他 终究是有了几分好感 不得不承认自己亦不过是 一介小女子 被他那四甲还真的情义所迷惑 只是 如果我就是凤鸾呢 这一刻 心底竟觉得自己是凤鸾的话 或许也不错 微微自嘲了一番 我才朝里面走去 里面是一个不大的内室 只放着一个水晶做的花床 而上面躺着的 净是凤鸾 是遗体吗 吃惊的同时 心底又有着几分失落 我终不是凤鸾 只是走近一看时 却又发现 那不过是 一具可以媲美真人的蜡像 而上面的一钩一滑 都像极了我 是凤鸾 亦或者也是我 正当我思绪万千之际 一道浅浅的谈话声 从远处传来 我不由地一惊 慌忙之中 便藏在了水晶床的另一侧 屏住了呼吸 脚步声越来越近 而谈话声 也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消 这里是 隐约中 一道清晚的女生 吃惊地问道 是谁 我总觉得 哪里听到过一般 可是却又想不起来 我为凤鸾造的衣冠种 鸡流霄淡淡地应道 带着几分不真切 霄 你带我来这里是为了 女人的诧异之中 带着几分期许 好熟悉 真的好熟悉 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 如此亲密地换鸡流霄的有谁 鸡流霄如此好言相对的 又有几个 无瑕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那我今日当着你的面 毁掉这里可好 鸡流霄的声音 悠悠地响彻在时事之中 无瑕 水无瑕 曾经如此亲密地换鸡流风 为风哥哥的水无瑕 此刻竟和鸡流霄在这里 还如此地亲密 是那个对鸡流霄 一脸比遗的水无瑕吗 我突然很想笑 陡然之间又明白了一些什么 亲们 找印 票票 收藏 好 晚都快没啥热情了 第零四章 疑惑江东三 萧 我相信你 你不用毁掉这里 当初会喜欢你也是因为你对凤鸣的深情 我并不是无理取闹的女人 亦不想去亵渎你曾经对凤鸣的爱 水无瑕的声音轻轻浅浅 却带着逆人的温柔 不似平日里的冷冰冰 她喜欢鸡流霄 原来她喜欢的竟是鸡流霄 便是连当时两大才女之一的水无瑕竟也败倒在她的身下 我可真是不得不承认鸡流霄的厉害 原以为水无瑕是她最大的失败 却没想到他们早已暗度陈仓 便是连我自己 鸡流霄啊鸡流霄 我还真是小看了你 此刻 我便觉得一股闷气在心口不断地徘徊 却不知是因为鸡流霄的欺骗 还是因为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 无瑕 我就知道你最懂我 鸡流霄的声音带着几多柔情 便好似曾对我所说的那般 可是我却只觉得万般讽刺 是假的 我明明就知道是假的 可是当初我又为何会迷惑 她可是善于演戏的高手 她可是魅惑人间的妖孽 我怎么能把她想得太善良呢 自嘲 我如今唯一能做的便也只是自嘲 萧 你能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变好 那一声声唤 饱含深情 却也极度地讽刺着过往的一幕幕 我明白 我当然明白 她那般迫不及待地表达着她的心意 只是她对水无瑕又有几分是真 一阵衣服的稀疏声之后 水无瑕悠悠地开口 萧 这是姬流峰的冰符 冰符 原来水无瑕接近姬流峰是为了冰符 姬流萧他口口声声说 不要王位 到头来 终是一派谎言 我也终于明白了 当初我不该乱逛 更不该去海棠花林 当时一直不明白 姬流萧为何会如此巧合地出现在这里 此刻看来这一切都是她们刻意安排好的 水无瑕故意在那里和姬流峰约会 要的便是让姬流萧撞见那一幕 然后姬流萧便有了姬流峰的把柄 让姬流峰不能对她轻取妄动 再加上水无瑕的从中帮助 姬流峰根本就不会想到 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 她们的计划很完美 只是她们错算了我这个意外 在姬流萧赶到的时候我竟比她早一步 所以才有了当初的一幕幕 而我无意之中的撞见 却注定了我被姬流萧拉进了这场漩涡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又算是我自己造成 为何我要去海棠花林 如果我没去哪里没有撞见她们 那么或许姬流萧便不会注意到我 那么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 此刻我的心情只能用好笑来形容 外面的谈话依旧继续着 而我一收敛了心绪认真的听着 我要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 我也想知道姬流萧到底隐瞒了多少事实 我更想让自己彻底地看清这一切 为啥碗明明就发了公告了 亲们还是看不到 碗说了停更一周 先把碗的另一本书码好 然后专心码这本 碗的另一本 最近每天二到四更 所以今天码了一张 顺便再强调下吧 PS 关于剧情 也请大家保持平和的心 下话线下话线 嘻嘻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苦衷 会有选择 也会有错过 等到看到最后会明白的 第零五章 疑惑将冬刺 无瑕 兵符你 暂时放回原位 此刻不是行动的时候 大哥 二哥的死 是有人想刻意地混乱人心 又或者是故意地给我们制造机会 如果此刻行动 必定会惹来众多嫌疑 再说 父王终究还在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激流霄把一切形式分析得头头是道 从他所说的看来 这刺杀之人 应该不是东明王室的人 霄 在权谋方面 或许无人能比得上你 水无瑕的声音之中 带着几分崇拜 只是却惹来了激流霄的轻笑 有当事财女之称的你在身前 我又怎敢自夸 她的笑 她的笑 交织在一起 便如针芒不断地朝我袭来 但笑过后是久久地沉默 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只觉得气氛压抑地难受 霄 你对夏月染她 水无瑕迟疑地问道 水无瑕虽然为当事财女 不过毕竟也是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爱着激流霄的女人 所以对外界的那些激流霄爱我 宠我的传言 自是会在意 她想知道的 亦是我想知道的 我想听激流霄亲口说出 她对我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 无瑕 你在吃胃吗 激流霄的声音里 带着初见识的那种玩味 我才没有 一声娇嗔 又带着几分羞涩 我能想象 水无瑕此刻的神态 必定是面如桃花 心如春水荡漾 一副十足小女人的模样 激流霄似乎逗上了瘾 戏谑地笑道 那一次我陪夏月染回门之时 是谁故意说 有急事要见我 那一次去浦云寺上香 又是谁春波暗送 原来 如此 怪不得那一日 他如此急急地离开 又迟迟不归 原来是陪水无瑕去了 想必是软玉温香在怀 逍遥地忘了时间 才会忘了自己 对我的保证 又或者是 水无瑕不让他前来 月辽灵啊月辽灵 你自诩聪明 却终是被人骗得团团转 我在心底不断地自嘲 萧 是娇琛 还是不满 我早已不想去分亲 只想他们快点结束 然后离开 好了 无瑕 聪明如你 怎么会不懂 是否我亲口说出来 你才比较开心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亲口说给你听 省得你老吃胃 他的话宠溺中带着温柔 或许这便是 他一贯迷惑女人的伎俩 我才没有吃胃 水无瑕小声地抱怨道 原来 不管是怎么的女人 都喜欢口是心非 晚从今天起开始更新吧 MS大家都很急 第06章 疑惑江东5 无瑕 你明白的 这不过是疑惑江东之计 我之所以如此宠爱夏月染 不过是让众人的视线 全部注视到他的身上 如此便不会有人想到我们的关系 而且 又可以在无形之中保护你 你也该明白 在权力的争斗中 越是惹眼 便越会招来不力 既流消顿了一顿 又道 还有一点 夏月染其实是我妹妹 是父王最宠爱的女儿 我如此对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想让她爱上我 有了她的帮助 父王这一关便要容易很多 所以 其实你根本无需担心 我可不会真的对自己的妹妹下手 疑惑江东之计吗 想要借助我 对付姬乌鸦吗 她还不是一般的可怕 竟把一切的一切都不属得如此仔细 又如此无辜地假扮着深情 在这一方面 我果真不是她的对手 我明明就知道 却还是发生了动摇 只是她说得够好 我也听得够真切 我该庆幸自己并没有泥足身陷 还来得及扼杀那开始萌芽的爱意 有些东西 该放下的时候便放下 便如我对她的迷惑 随后是久久的沉默 想必水无暇 还难以消化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秘密 那网上她 她开口问道 声音竟有几分干涩 父王让我保护她 姬流霄略带讽刺地道 父王她从来都不在意我们的感受 所以我也没必要遵守自己的诺言 姬流霄的一字一句 都生猛地敲打在我的心头 原来从头到尾 她就根本不在乎我的安危 对她而言 我不过是一个工具 原来至始至终 我都逃不过被作为工具的命运 我本以为自己心底早就该明白 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可是等真的听到的时候 原来又是另一番心境 是心痛 还是自嘲 我已经分不清 我只知道 我月辽灵 也不是什么善良的女人 如果她日有机会 我也必定会让她尝尝这般滋味 本就要脱轨的心 终究还是戛然而止 回到了原地 越发地空空荡荡 萧 如果她真的因你而死 你不会内疚吗 水无瑕的声音 带着几分飘渺 便好似隔着一个 时空那般的不真实 第零七章 疑惑江东六 当内疚变成了习惯 便不会有所感觉 无瑕 你别忘了 我可是战场上 令人闻风丧胆的修罗 顿了一下 她又突然轻笑道 也或许像她说的那般 我本就是一个妖孽 无瑕 我也不想骗你 如果过往的一切 如果没有你 我或许真的会喜欢上她 我从不掩饰自己 对她的欣赏 只是我明白 孰轻孰众 而且 我对她 亦不过是欣赏而已 如此说 你可明白 激流霄便好似 真的如我所希望的一般 把一切都道经 手不由地握紧 水晶床的含义 从指尖钻入 直直沉淀到了心头 无比的寒澈 我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了 明白了她 也明白了 自己该怎么做 滴滴的一声 叹从水无瑕的口中一出 带着几分无奈 萧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烦 只是我总是不能放心 你明明离得我这么近 可是我却时常觉得 我们之间隔得很远 我害怕 我真的害怕 对不起 无瑕 机流霄没有多说什么 却唯有说了一句对不起 是否在一定的程度上 她也无法自欺欺人 有时候我也想 明明我们认识得比较早 明明相处了这么多年 为何一开始没有感觉 为何我要比别人晚一步 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你的话 是否连凤鸾都没有插足的余地 水无瑕倾笑 带着几分悔意 只怪我明白的太晚 又或者因为太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便是连感情变了都没有发觉 总以为会一直那般下去 可是回过头来的时候 却发觉想要的人早已不在原地 无瑕 机流霄想开口 却被无瑕打断 霄 什么都别说 其实我都明白 如你所说 我不过是想听你亲口讲出来 才觉得安心罢了 好了 我们出去吧 伤感之后 又是故作坚强的倾笑 好 他们离开了 脚步声慢慢地远去 我却颓然地滑落在地 一种不知名的情绪在心底蔓延 啃视着我的心 说放下弹劾容易 只是不管多么艰难 总归可以做到 这个世间 谁也不会因为没了谁而真的无法活下去 更晚了 请亲们多多支持 动力就是速度 第零八章 原是双生一 夜幕降临 月色飘渺 不知何时 悬于苍穹之上的那轮明月 已由缺转迎 晚风拂面 带着夏夜特有的燥热 似乎连心也沾染到了几分 陡然间变得越发的烦躁 我在那个密室之中待了两久 才起身走了出来 却发觉一切早已在夜色中沉醉 夜晚的七凤苑 更显寂寥 几缕月色缭绕 书影半萧然 我立在原地 竟不知何去何从 刚才的一幕幕 依然在脑海之中不断地叫嚣着 心头依然带着几分微微的色意 纵使曾经自诩洒脱 只是等到面对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亦做不到真正的超然 该回到房间吗 还是就此离去 该留在这里继续当作毫不知情 还是去找他到明一切 正是愁愁不觉之际 一道黑影闪过 顷刻之间便已到了我的身前 那立在月色之下一身黑衣的男子 不是妹又是谁 我还未来得及开口 妹已经一把搂过我 腾空而起 几个起落便出了六王府 她为何会在这里 妹妹 我诧异地换到 她只是冷冷地凝了我一眼 我便马上拾去地闭上了嘴 妹 从来不是有耐心的人 而此刻我一无心去挑战她忍耐的极限 回首望去 却见六王府之中灯火通明 隐约之中似乎还有人在换我的名字 纪流霄发现我不见了吗 只是既然妹亲自来带我离开 便证明从此以后 我又可以做回月辽灵了 不过七彩其实明明就还差两块 为何妹会提前带我离开 还是说妹已经取得 因为当初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被人追杀 所以我早已养成了 把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的习惯 要不然逃走的时候 定会措手不及 妹一直把我带到了一条偏僻的小巷里 才停了下来 女人 离开这里 她开口 悠悠地对我说道 我抬眸望向了她 只是她却撇过了头 再一次冷然地道 女人 离开这里 不要问为什么 马上离开 从此隐姓埋名也好 改头换面也罢 便是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我一不明白她为何要我离开 还是这般的迫不及待 变好似乎慢一步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般 她把从我身上搜走的袋子塞到了我的手上 那里面有我一直惯用的毒药和解药 妹妹 我再一次出生换到 想要弄得清楚 明明任务只差一步就完成了 为何她却闭口不提 甚至连我已经取得的七彩其实都没问我要过去 我让你走 总是一副冷然的妹突然朝我怒吼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妹 情绪如此的外泄 丝毫不受控制 走 我是该走 我明明就向往自由 明明就不希望和她有什么瓜葛 为何我还要问个为什么 我是傻了吗 走 马上走 从此离得远远的 只是心头那种莫名的情绪又是什么 难道人真的如此犯贱 被她奴役惯了 等她放我自由的时候 我竟有恍然如梦的不真实 只是下一刻 我又猛然收回了思绪 转身便想离开 第零九章 原是双生二 丫头 就这么走了吗 一道温和宠溺的清雨 在静谧的夜色中响起 熟悉至极 夜清晨 心中突然涌起几分惊喜 猛然回头 寻着立在身后的人 只是立在那里的依然是妹 一身黑衣 一脸的凛然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明明就听见夜清晨的声音了 可是妹并没有变成她爱 就在我错愕不已的时候 一道白色的身影 如折仙般从天而降 飘落在了我们之间 丫头 依然是清晨之茂 依然是温柔的宠溺 依然是那个我最喜欢的小晨晨 只是为何会有两个 他们不是同一个身体里的两个人吗 还是说从头到尾都是我弄错了 又或者该说他们故意让我弄错 丫头 见到我不高兴吗 夜清晨笑着朝我走来 一贫一笑之间依然如昨 只是我真的弄不清楚了 我望向了妹 而她却凌厉地望了我一眼 似乎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我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 夜清晨已经走到了我的身侧 如往常那般抚摸着我的青丝 动作轻柔 丫头 跟我回去吧 小晨晨 为什么你和妹 我望向了夜清晨 不解地问道 丫头 我们是双生子 夜清晨的手指 在我的发丝中穿梭 一缕一缕地缠绕 又任由她从指尖滑落 话语是漫不经心 似乎这便是事实 我并不用感到如此诧异 可是这三年之中 我明明就目睹了一次次的变化 明明每一次都是由夜清晨变成妹 又或者从妹变成夜清晨 那么之前的夜清晨 有几次是真 几次又是假 之前的妹 又到底是她 还是她身后的人 既然她们本不是一个人 这就是说妹曾对我做的一切 夜清晨都知道 而她却从来都未曾想过救我 还是说这一切 根本就是他们两个人 早计划好的 刹那之间 本是喜悦的心如至冰窖 如果说姬流霄的欺骗 让我觉得心酸的话 那么夜清晨的欺骗 让我觉得心寒 说到底 我和姬流霄相处也不过几个月 对她也从未做到过坦诚 我们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 至于对她的感觉 也是我的一次意外 不能怪罪谁 可是夜清晨不同 我从未欺骗过她 我总是把一切都向她袒露 我一直都把她当作 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我以为她是我的救赎 可是却没想到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 我月辽灵何德何能 就让他们两人 设了这么大的骗局来框我 你们骗我 我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历生质问 在这个世上 谁都可以背叛我 谁都可以利用我 就是夜清晨不行 我那么地信任她 甚至为了她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可是她却 陡然之间 我又似乎明白了一切 第零章 原是双生三 她和妹早已计划好的吧 一个当白脸 一个当黑脸 一个把我骗尽 让我心甘情愿地接受另一个人的奴役 虽然不明白 他们为何要这么做 但是光是想 便已经让我觉得心寒 丫头 跟我回去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的情绪 丝毫未曾影响到夜清晨 她依然那般的温和 依然是那个人人称颂的明月公子 恍然之间 我觉得她似乎已经离得我很远很远 而往日那一幕幕的温馨 也如同镜花水月那般的 在我的心头碎裂 再也找不到当初的痕迹 今日 我竟发觉自己 被这么多人骗了 而且 一个比一个更厉害 原来我那些伎俩 在他们的眼中 不过是雕虫小技 根本不足为惧 我让你走 一直沉默不语的妹 突然朝我吼道 便好似恨不得我立即消失一般 不可能 一日是我的东西 那么一生都是我的东西 即便哪一天我不要了 我也只会毁掉 她曾经说过的话 言由在耳 为何突然之间 又要放我自由 是否是又一个骗局 还是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妹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退下了 叶青城的声音 依旧是柔柔的 可是我却隐隐觉得 有一股寒意 从中飘逸出来 它再也不会是我 记忆中的那个叶青城 不会是那个笑着晃我丫头 纵容我至极的叶青城 妹又是忘了我一眼 几多无奈 几多悔恨 几多焦急 好像要把曾经不曾表现过的情绪 全部展现出来一般 她似乎在提醒着我什么 可是我不懂 妹 我说了让你下去 叶青城再一次催促 好似怕妹会说出什么事的 突然之间 我竟害怕妹就此离开 妹妹 不要走 等到我意识到的时候 我已经把话说出了口 那一刻 本来已经转身离开的妹 突然回过了身 深邃的眸中 隐隐藏着几分惊喜 一步步地朝我走来 妹 叶青城的声音 不由地冷了几分 不似刚才的柔和 妹没有停住脚步 依然一步步地朝我行来 只是话 却是对着叶青城说的 哥 这一次我不想听你的 你 叶青城本来一直以来维持的温和 出现了裂缝 只是一瞬间 她又马上收敛了心绪 转手对我笑着道 丫头 妹是真的有波 她还是我的小橙橙吗 我越来越看不清楚她的脸庞 似乎早已模糊在我的心碎之中 曾经我以为 如果失去了叶青城 我一定会很伤心 我一定会活不下去 只是等到面对了 伤心是有 可是却终是没有达到活不下去的境地 还是那句话 这世间 谁也不会因为没了谁而真的无法活下去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 那么那份爱 必定浓烈到超越了生死 而我终究没有 我想象之中的那般爱她 又或者 我只是把感恩和爱弄混了 至少此刻 我没有失去理智 我还能立在她的面前 晚今天要出去 所以凌晨先更一张吧 还有希望亲们不要质疑晚的剧情发展 很多东西看到的 未必是真的 而很多东西不看到最后不一定能懂 呵呵 如果真的觉得发展失望的 那晚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第一张 原是双生四 你是小橙橙吗 我伸手想触摸她的脸颊 却终究还是在半空中颓然落下 我是明知顾问 还是非要从她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丫头 我是 是你的小橙橙 月光下 她笑得格外的迷人 一身清橙色 我该是相信她的 可是我的潜意识里 竟宁愿去相信妹 以前从未曾发觉 而如今我开始懂了 这三年之中 我亦从未了解过叶青橙 反而是妹 她从来都不曾刻意地 在我面前掩藏什么 我摇手 突然笑得灿烂 其实我们都明白 你不是 一刹那之间 我们便如此遥遥相望 隔着一片月色 却好似隔了一个世纪 视线如此纠缠 像是要望尽彼此的前世今生 往日的一幕幕 似是繁花般 在彼此的眼中落尽 化为那点点落红 再也不负往日的妖娆 便如此是去了 挽回不了 心还是生疼的 把曾经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如此活生生地从心头割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或许那伤疤永远都好不了 只是一切都失去的时候 唯一属于自己的 便也只有骄傲 妹停住了脚步 再不远处望着我们 满眸子的复杂 明月公子 你的救命之恩 姚玲一直铭记于心 所以 不管你要辽灵做什么 姚玲都会答应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才勇敢地说道 所以 不要再假装温柔了 那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罢了 越是在在乎的人面前 就越是想假装着坚强 一旦软弱 一旦认输 那么真的会输得一败涂地 连骄傲和自尊都留不住 女人 妹开口 不解地望着我 突然想起 那一次妹深夜来访的时候 问过我的话语 当时不明白 她为何要问 此刻却明白了 她那一次就暗示着我离开 只是 她为何要帮我了 虽不知叶青城到底要把我怎样 但从妹的表情来看 必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便如那一次告诉你的那样 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我笑着望向了妹 一如当初的漫不经心 似乎她们根本就会影响到我分毫 我月辽灵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可是也懂得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所以不管此刻 叶青城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 而等我报完恩之后 我便会把账和她们一同算清 当然这一点 我并不想让妹知道 她也没必要知道 毕竟 她也是欺骗我 奴役我的人 妹本来残留在眼底的惊喜 才是葱草穷 我转手 不想再去看着她 只是依然笑着对叶青城道 我不再是你的丫头 你也不再是我的小橙橙 也或许我从来都不是 从此刻开始 你是我的恩人 而等我报完恩之后 我们便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吧 叶青城便如此望着我 眼中竟带着几分怜惜 一种让我觉得莫名心惊的怜惜 似又带着几分不忍 我撇开头 不再望着她 又转开口道 不过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一切 我不想活得不明不白 沉默 如藤蔓一般缠绕 这夜 静得有几分诡异 两久之后 我才听见叶青城那淡淡的应声 好 女人 你 妹想说些什么 可是我不想听 于是快她一步走向了叶青城 走吧 我跟你回去 风乍起 眼前的人青丝飞扬 白衣偏然 依然唯美若仙 明明触手可及 却已然隔着天涯 第二章 七彩悬十一 明月楼 依然是天下第一楼 叶青城 依然是江湖上人人称颂的明月公子 似乎什么都没变 又似乎什么都变了 明月楼在明月城的分部 是在明月城外的凤凰山 凤凰山地势险峻 很少有人能到的了山腰 更不用说是更上面的地方了 而明月楼的分部逍遥阁 便是位于凤凰山的山腰之上 隐于山中 无人知晓其具体的位置 也无人知道如何进入 唯有叶青城信任的极少数的人知道 一般人即便误闯了进去 也会被叶青城摆的弥宗阵困在里面 我虽听闻过 却也没有真正地进去过 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叶青城便带着我往凤凰山而去 而妹却早已失去了踪影 似乎对于我的决定很是不满 一路上 我们彼此沉默不语 唯有马车的 陆陆声不断地响起 划破了一夜的静谜 辽灵 你想问就问吧 她终时开了口 打破了彼此间的沉默 只是她再也不会换我为丫头 是啊 或许从头到尾 我都不是 七彩其实 是不是你想要的 一旦明白了一些事 我便也想通了很多 只是依然想从她的口中 得到真正的答案 她汗手 坦然承认 是 那妹如此对我 也是不是你受益的 虽然真相很不堪 但我依然想清清楚楚地明白 即便鲜血淋漓也好 是 她的答案如同我所想的一样 可是从她口中到处的时候 心还是秘密地刺痛着 很疼 却也让自己更加地清醒 我曾经很恨美 恨她对我所做的一切 恨她的冷酷 只是此刻 却又似乎再也没了恨的理由 说到底 她亦不过是帮凶而已 而眼前这个人 我曾经想用一辈子去守候 曾经天真的以为她 便是我的良人 我的救赎 却没想到 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的一场阴谋 深吸了一口气 我依然骄傲 至少在她面前 我不能失去自我 即便心底伤痕累累 也要骄傲地逆着她 东明国的二王爷姬流云 是不是你办的 太子又是不是你杀的 我宁着她 一字一句地问道 我和她毕竟曾朝夕相处过 有些东西依然能感受得到 便如我总是能一眼看穿妹的伪装 而我也知道 她一些细微的小动作 看到激流云的时候 我便有种异样的感觉 那一日在树上看到那道黑影 闪进二王爷府的时候 我已有种隐隐的不安 只是我一直不想去相信 直到此刻 再也不能自欺欺人 东明国的二王爷 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去宫外的木天泉疗养 而那个时候又恰好是我每次和叶青城相处的时间 这世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一月一次的肚子痛 所以更晚了 九 第三章 七彩玄石看 姚玲 你很聪明 但是你还是没有猜对 叶青城突然轻笑了起来 却又带着几分淡淡的嘲讽 我就是激流云 东明国的二王爷激流云 他 真的是激流云 我不由地望向了他 微微错愕 而他却笑着道 东明国极东的地方 曾有一个与世无争的云墨祖 云墨祖有一样 至宝教七彩玄石 分别为黑 白 紫 红 蓝 绿 黄七种颜色 黑的名为暗叶 白的为雪明 紫的为炼燕 红的为凤燕 蓝的为晴空 绿的为玉明 黄的为荣华 七彩玄石 每一块都是至宝 若七个合在一起 便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云墨祖的族人 从不去争什么 可是并不代表 别人不会争 东明国的王上 便派抢夺了七彩玄石 甚至杀进了云墨一族 可惜偏偏 还是有了漏网之余 于是 那些残留下的云墨族人 便隐姓埋名 却也时刻不忘灭族之仇 经过了几百年之久 云墨族终于还是 慢慢地强盛了起来 你是云墨族的人 我没想到 七彩其实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是 云墨族的第150代族长 就是我 叶清诚的声音悠悠的 听起来竟有那么几分不真实 他既是云墨族的族长 又是鸡流云 这又该是怎么的纠结 只是我没想到 他竟把这么隐秘的东西都告诉了我 他似时猜到了我心中的迷惑 又淡淡地道 云墨族的族人 从百年前就开始在东明国巩固市里 那便是如今的曲家 所以这东明的王后既是曲家之人 而我也可是鸡流云 当然 我并不是鸡乌亚的儿子 也不是东明王后所生 只是我从小便在东明的皇宫中长大 以便熟悉那里的每一个人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竟是这般大的一个阴谋 这么说 他是为了报复东明国 曲家是云墨族的人 曲家 曲若云 王后 这么说他让我扮成夏月染 并非是因为 我真的和夏月染性格想象 而是他一开始就知道夏月染的身份 想借此从鸡乌亚手中 骗回七彩其实 而我的身份 曲家人眼底 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那么 那一次的黑衣人也是 曲家的人吗 只是 既然我的身份 我的任务早已为曲家的人所知 那人又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转念一想 却又突然明白 他这般做 也不过是一个迷惑鸡乌亚的陷阱 鸡乌亚也不是因为有人要杀我 才让我嫁给鸡刘霄的吗 只是 他又为何要我嫁给鸡刘霄 又是另外一个阴谋吗 我从不知在我的背后 竟可以凝聚着这么多的阴谋 曲家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 我脸下了心头的万千思绪 才悠悠地开口问道 与其乱猜 不如直接问来的爽快 对 这宫中的一步步都在我的安排之下 从让你扮成夏月染开始 曲家的人故意为难也好 那一次冷宫的刺杀也罢 都是我一手计划的 他还真是遵守承诺 把什么都告诉了我 也不管我承受不承受的了 第四章 七彩玄十三 就为了让鸡乌亚把我嫁给鸡刘霄吗 我自是极力地保持平静 不想在他的面前露出丝毫的软弱 他宁了我一眼 某中有几分我看不懂的深邃 是 鸡刘霄将会是我最大的对手 看来他的心计并不比鸡刘霄差 只是他把我嫁给鸡刘霄的原因 是因为我像凤鸞 还是因为我就是凤鸞 还是说就是因为我的容貌 所以才会被他选中 那一次在藏心阁 那个黑衣人也是故意 让我看到凤鸞的画像的吗 既然是在六王府 那个黑衣人是否是屈若云 我在陡然间又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淡淡地问道 屈若云也是你安排在 鸡刘霄身边的一步棋吗 是 他喜欢你 知道屈若云的身份之后 我便开始懂了 屈若云并不是因为 爱着鸡刘霄而仇视我 而是因为他喜欢着叶青城 所以仇视那般的身 便好似积累了很久 所以有时候他又会在暗处嘲讽我 只因为他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叶青城显然有些错愕 似乎并不知道屈若云的心思 而我又突然觉得 心情似乎好了几分 叶青城你也终究有算漏的地方吧 明月公子 屈若云可是爱你至深 我笑着 一如往日的漫不经心 屈若云若不是爱他至深 又怎会为了他嫁给姬刘霄 他若不是爱他至深 又怎么连我也会妒疾 他虽然知道一切 可是叶青城不会如宠我那般宠他 不会换他丫头 不会抚摸他的青丝 即便是假的又如何 至少在很多时候 我都真的开心过 是的 我从来都不否认这三年之中我的开心 即便如今心痛 那些日子的开心 却是真真实实的 叶青城久久不语 只是沉默着 气氛又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只是从我唤他明月公子的那一刻起 我便已经决定不去在意他的心情 于是我又继续问道 已想报复东明国 所以才杀了太子 他抬手望了我一眼 淡淡地 带着几分莫名的复杂 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道 我装病 便是为了不让人注意到我 从小到大 也只有大哥真正地关心我 如果说这东明国王室之中 我最不想对不起的人 就是大哥 不是他 竟然不是他 那么又会是谁 心中所想的一切 又在顷刻之间被推翻 只是下一刻 他又微微叹息 带着几分无奈 亦带着几分不舍 只是我还是派人杀了他 他说得很慢 一字一句都好像是用了极大的力气 既然如此痛苦 又为何要做 我的唇角微扬 勾勒出一抹淡淡的嘲讽 他不语 似是在忏悔 是银月吗 是你和银月做了交易吗 我把心中的猜测说了出来 是 我用真正的夏月染和他做了交易 因为唯有银月可以让大哥毫无痛苦地死去 他的眼神忧深 话语飘渺 大哥手上的七彩其实因为是白色 所以称之为雪宁 只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雪宁 雪宁一旦跟了一个主人 除非用他主人的鲜血染红他 不然若强制抢走的话 也只会让他失去原来的灵性 所以 你为了一块石头 而杀了你最不想杀的人 心底有 终 Better 终密 或缪